回到台灣來關心 臨時右轉引爆了口角衝突 高雄古山友騎士疑似不滿 前方騎士臨時右轉 追上前攔車大聲怒罵 甚至出手連續攻擊 也造成對方身上多處擦措傷 對方現在也氣得提高傷害 馬路邊兩名騎士一言不合 爆發口角衝突 灰色上衣騎士氣不過出手推擊對方 不要啦 眼看雙方持續拉扯 騎士朋友趕快上前勸架 不過騎士正在氣頭上 聽不進去繼續攻擊 衝突發生在高雄古山區 7號下午1點多 陳姓騎士帶著朋友 經過郁城入宇文信入口 疑似不滿前方郭姓騎士臨時右轉 竟然騎車追上大聲呵斥 怎麼騎車的 眼看對方騎車離開 他氣不過追了上去 這回直接出手攻擊 導致對方頸部及胸部差錯傷 郭姓攔子騎乘機車 遭後方騎士指責其駕駛情圍 雙方停在南平路與文信入口理論 郭姓男子遭對方毆打 造成頸部及胸部磋傷 本分局已迅速鎖定 涉案男子並通知道案說明 事後對方驗傷提告 因為不滿騎車臨時右轉 上前將能打傷 代價實在太大 記者王超群 肖志遠 高雄採訪報導